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15课 Lesson 15 50pins worth of trouble 50便是的麻烦 这为什么有人会花钱去买麻烦呢 咱们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当然看课文之前 按照惯例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首先打开书到第70页 Please open books at page 70 70页动作快捷 我们把这个书生词短语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Now read, ask me Appreciate Appreciate 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Rettle Rettle Thrifty 这个词注意 出现了t是这个片血 舌尖要吐出来一点 在牙齿之间吐出那么半厘米就行 不能吐得太多 Thrifty 吓别人一跳成舌了 吐出那么半厘米往回一收 就舌尖跟上牙轻轻蹭一下 体会这个动作 Thrifty Thrifty 这个感觉 在往后走 Nephew Nephew Bounce Bounce Pa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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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 Stick Brigade Brigade Grease Grease 好 这是这个书生词和短语 下面把这个书的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先看一看 第一个 咱们就看一个不断是书面语 而且口语中都特别重要的 欣赏或者表示感激感谢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Appreciate Appreciate 欣赏或者表示感激感谢 这两个意思都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常见意思 第一个我们先看一看表示欣赏这个含义 直接是集乌动词加冰语就好了 比如说Appreciate music 我们直接翻译成欣赏音乐 Appreciate wine 咱们一般中文可以翻译成品酒 其实也是咱们酒的字 好酒啊 欣赏这个酒呢 叫品酒 当然这个词也完全可以表示感激 或者表示感谢 那么常见搭配呢 我们看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常说 哎呀我感谢您的帮助 依然是集乌动词 直接加冰语 I appreciate your help I appreciate your help 这个比thank you 要来的更加庄重一些 我们在陌生人 或者跟厂家谈话 或者跟上级再说 I appreciate your help 这个比较庄严一些 比较庄重一些 有的时候呢 稍微简洁一天 Eckbert写成 I appreciate it I appreciate it 这个比较简洁的这么一个版本 这个it 其实就类似于 Your help 就您的帮助啊 您给我的好意啊 等等等等 我感激 感谢 这个注意连读 I appreciate it 理论上这个t 跟后面it 拼成tit 对吧 但是第一个字母t呢 在这又会濁化 这个声音 因为前面a 后面a 声带都震动 读快之后 中间反的 最后一个字母t 李老师早就说过 在单词末尾的t 还有单词末尾的d 读快之后 就会失去包括 所以最后听到是一个d d d 这么一个动作 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这句话 Read on me I appreciate it 再来一遍 I appreciate it 你看 appreciated d d 最后这么一个声音 就是感激 感激 感谢您 是这么一个意思 表示感激感谢 这个意思也可以 那么但是这个词呢 它有好几个词性 都可以表示感激感谢 我们先看形容词性 来得更加庄严一些 表示感激感谢 更文言 我们可以用be appreciative of 点点点 记住 这个形容词记住 后面解释搭配 否则咱们一用会用错 我们再读一下感激的 感谢的这个形容词 appreciative 再来一遍 appreciative 一定记住 我们背的时候 干脆把搭配背起来 背成be appreciative of be appreciative of be appreciative of 大声读五遍 直接就背起来了 表示感激感谢 那马上就可以用了 most appreciative of your concern for my health 这个搭配就特别的庄严正式 有点书面语的 这个含义和味道了 咱们用在感谢信里面用 特别贴切 但是这个most 我们知道 如果前面没有定过词 the 一般不能翻译成 最什么怎么样 而表示极其或者特别 如果表示我是天下 最感谢您的人 那前面得加 the most 对吧 如果没有那个定过词 咱们翻译成 extremely 极其特别 我特别特别感激 您对我这个健康的关心 我得了重病 您天天打那话问候 特别感谢 可以这么说 名词形式是复习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前面第十四课 贵族歹徒中 讲过in加off构成的 那些表示目的的切词段语 大家还记得吧 其中有一个 以感激叫inappreciative 还记得吗 在这就可以用了 也是翻译成 以感激以感谢 做目的庄语 也就是说appreciate 它的名词形式 我们先大声再读一下 appreciation 放在一块儿 连读注意 in a 后面是in of 我们先慢一点 来 in appreciation of in appreciation of 再快点 in appreciation of in appreciation of 表示 以感激 以感谢什么 对吧 同样看下例子 I send him a gift in appreciation of his help 我给他寄了一个礼物 以感激 他的帮助 这个句子 我们在第十五课就见过 今天是复兴 这是表示 感激感谢 这么几个常见搭配 但是感激感谢 生活中因为用的太多了 咱们经常有好多好多的 类似的搭配 可以跟他同时来寄 我们看还有哪些 可以用来替换的 比如说 我们先看一些 这个固定的一些搭配 直接通过例句来寄就好了 我们可以用 be thankful 或者be grateful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以为某事而感谢某人 to后面加人 for后面加这个事情 如果知道是某人 可以把to上面去掉 如果知道某事 可以把for something去掉 这是给组合的 像搭祭幕一样 可以把它拆卸 或者把它装上 写完了 是这么一个 我们把中心的形容词读一下 感激的感谢的 thankful 第一个T是土舌头 后面f ul不要读 f 是for for 后面l在作怪 我们再来遍 thankful thankful 好极了 再读后面这次 grateful grateful 太棒了 am thankful to you for your help 非常感激您对我的帮助 可对 什么来说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am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your advice 这个obliged也可以表示感激的 表示感谢的也行 咱们看到第一个obliged 在第一课中我们讲过 还有个搭配叫be obliged to do 或者feel obliged to do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意思 在第一课中我们翻译成 那么觉得不得不做模式了 类似于must do或have to do 但是如果是be obliged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在这个搭配里面 得翻译成感激感谢 这个much依然是程度不死 表示特别的 我特别的感激您 给我提出的这些好的建议 当然这个to somebody可以去掉 for something都可以去掉 也是可以排的组合的 我们进一步再换词 你看在这个搭配里面 我们说am deeply indebted to you for your encouragement 又出现了一个叫be indebted 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同样这个to somebody和for something 这个零部件都可以把它拆掉 我们再读一下中心这个词 叫感激的 慢慢来 indebted 这个词字面意思表示欠债的 在这当然是欠的是人情债的 不好意思欠您的情一定得好好的报答您 可以这么说 这个deeply叫深深的加强语气了 非常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鼓励 特别感激 注意这几个形容词都可以叫to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这个结构也是感激感谢 长期的搭配 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或者在电影中 常常看到这么一个结构 也是谢谢你这个意思 咱不一定都用thank you了 我们大声读一下 I owe you I owe you 字面意思是我欠你 其实就是欠您一个情 下回一定会好好补偿的 就这个意思 或者有时候这么说 I owe you one 我欠你一次哦 跟中国人表达类似 这个好记忆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I owe you one 我欠您一次 表示以后一定得好好的 这个报答您 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谢谢您呢 这个表达呢 一般不用在陌生人之间 因为在陌生人之间呢 就太虚伪了 对吧 你马龙上别人帮了你忙 以后都没有机会见面 你欠他你多少还呢 对吧 所以一般用的朋友啊 同学啊 同事之间 在外国同事帮忙 I owe you one 我欠您一次 以后你看一定 有什么事求我一定 要尽力帮忙 这么一个意思呢 有的时候语气重些 也可以这么说 I owe you a lot 我欠您很多 欠您一个 这个这个 很多很多的账 人情账 一定要好好好好报答你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 owe you a lot I owe you a lot 就类似这么说 thanks a lot 非常感激 这个意思呢 还有呢 有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说 I owe you a big favor 就我欠您一个大人情 类似表达也类似 我们跟老师在大声度下 I owe you a big favor I owe you a big favor 表示我欠您一个大人情 以后一定得好好 这个日后一定会报答您的 这是appreciate 相关的表示欣赏 还有表示感激 感谢相关的表达 特别重要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 咱们来看看底下这个 表示零用钱 零花钱 这个词汇 我们跟老师大声先读一下 慢慢来 这个不好读 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大家首先注意这个 peo这个字母o 在这儿呢 美式里面发a这个声音 但是money这个o呢 发a到意思的 到意思的这个a这个声音 老师如果倒V字 把字母一倒过来 应该发a 嘴唇没有动作 是自然放松的 但前面要张开嘴巴 所以不是pocket money 也不是pocket money 而是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注意这个口型 我们再来遍 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就放在口袋里的钱 其实就是零用钱 或零花钱 一般都是给小孩子的 大多数是一个星期给一次 在周一或者周末的时候 给一笔钱买糖吃 这么个意思 当然如果是英联邦国家呢 前面这个字母o就变成o 后面money 发音不变 但前面发说o 这么读也行 我们再来遍 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 英联邦国家 像英国 像澳大利亚 都说o pocket pocket 美国呢 觉得o费劲 变成pocket money 确实美英更好读一点 零用钱 零花钱 但咱们注意这个pocket money 是表示给小孩子的零花钱 但是对象不同 用字可能也不同了 我们还有一个零用钱 叫做beer money 这也是零用钱 这是给谁的呢 咱们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给老公的零用钱 或者呢 给男朋友的零花钱 这零用钱 就是我们钱都不分家了 这个月给点零花钱 去买酒喝 啤酒钱 当然不一定是买啤酒了 你什么买烟卷 吃烤串都行 去花去吧 去吧 就这么一个 这是给男人的零用钱 叫beer money 有趣 很有趣 这可以同时记住 那大家推测一下 给女人的零用钱 用哪个字 你发现 英文中根本没有这样的细语 为什么呢 因为钱都在女人那 他们不用零用钱 所有的钱都在他们那 管账的吗 这两个词记住就行了 给儿子的 给女儿的 还有给老公的 但是没有给老婆的 这个把它记住 下面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跟pocket相关的一个 一个搭配 叫偷某人的钱 尤其保持偷包 这种偷钱的这个动作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个词 那我们慢慢来 pick one's pocket pick one's pocket 这个表示 这个偷某人的钱 但这个偷钱一定是表示 从口袋里 两个手势夹住 呃 往上面一提 把钱拿走了 叫pick one's pocket my pocket has been picked 我的包被人给掏了 是这么一个 这个pick pick 这个动作本来表示 两个手指夹住 往上一提 这么一个动作 你看那个踩茶的动作 叫pick tea 踩茶 踩呀踩呀 快踩茶 两个手指夹住 呃 那么一揪 把这茶医尖给它揪掉 还像呢 踩棉桃 pick cotton 也是用这个 这什么一个动作 那些掏包嘛 动作类似 所以这是偷摸的钱 那么这样的小偷 我们叫爬手 直接我们记住这个词就好了 跟老师大声度下 pick pocket pick pocket is a kind of thief 这是一种特殊的贼 这个thief表示各种贼都行 但是这个pick pocket表示 这个爬手 专门表示 在别人口袋里 抛钱的这种贼 这个词是可数的 我们就能说当心 小偷当心用爬手 watch out 当心就watch out 当心什么 后面加个其次for watch out for pickpockets 这次课是我的后面加复述 watch out for pickpockets 注意 这附近有爬手 注意有小偷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习语呢 也是把钱和这个口袋 都放在一块 叫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 字面是 钱在某个口袋会收一个洞 这固定搭配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这段译 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 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 就是钱在某个口袋上 会烧一个洞 其实就表示 这个人总也存不住钱 花钱如流水 中国有句俗语叫什么呢 这个人是怎么样 这个人是烧包 这表达有意趣同工之妙 什么叫烧包呢 就是钱把那包会烧一个洞 你留不住钱 钱就进到这个钱包里 这杯烧透了就出现了 留不住钱 就花钱如流水 这么个意思 那么下面我们也看一些例子 看当年一道听力真题 我们看这里边应该选哪一个 看这真题中 是不是出现了这个细语了 好 我们先仔细的先听一遍 他问这男的什么意思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应该选哪一个 咱们看ABCD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我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A选项 He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rinter now 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钱 来买一台printer 就是打印机 为什么选A 咱们把原文再看一看 看这原文咱们再听一遍 好了 你看这又是一个dialogue 一男一女的对话 第一个女孩就问了 Have you saved enough to buy that new printer for a computer yet 你有没有存到足够的钱 来为你的电脑 买来一台新的打印机呢 第二个男孩这么说 他没有很直白的说 都用了西语了 You know Money seem to be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lately Maybe next month 你知道这个钱最近好像 在我的口袋上总会烧一个洞 在这只不过呢 他没有用固定搭配 Money burns a hole in one's pocket 而做一个变形 其实意思是不变的 家里个seem to do 对吧 看似好像在我的钱包总会烧个洞 就最近的 好像最近我有到烧包 也许下月再买吧 那他暗示什么呢 What does not mean 他意思是什么呢 很简单 It does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rinter now 他现在没有足够的钱 来买一台打印机 你看出现了烧包这个表达 这也是钱跟口袋相关的细语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好 这个零用钱相关的一些 有趣的用法 我们放到这 同时把它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 后面那个硬物碰撞时 就是发出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 就是我们大声先给老师读下 Rattle 注意第一个词又发这个 像梅花一样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一定要把嘴里也大一下 发 我们大声再来遍 Rattle 这是个模拟声音的 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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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物碰撞时当当作响 这个声音 当然这个 在单词中间读开之后 依然会啄化成的这个声音 我们再大声读快点 Rattle Rattle 这更像当当当当当这个声音了 注意这个词 做动词 做名词都一样 都可以 做动词 做名词都可以 表示硬物碰撞 发出当当当当的声音 当然这个词 做动词来说 一般就是不及无动词了 直接本身表示当当作响 比如说 The coins rattled in a money box When he shook it Money box 就是咱们常说的存钱罐 这个一会儿在课文中会出现 怎么样 这些 Coins 就硬币了 这个硬币在存钱罐里 当当作响 当什么时候 当它摇晃这个存钱罐的时候 拿起来 一摇 当当当当当当当 光当光当 光当光当 在作响 Jerry lo 注意不及无动词 当名词 就是当当的响声 就好了 这个动词名词都可以 跟它类似的好些 表示碰撞发出的声音 但声响可能不大一样 咱们举一反三多看几个 这几个单词类似 而且都是既能做动词又能做名词 比如说这个词汇 既是动词又是名词 做动词也是不及物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听口 听口 这个词表示硬物碰撞时 发出清脆的叮叮叮 这个声音 那你一声吧 听口听口听口 发出叮叮作响的声音 像这个金属碰撞 当当当这个声音 还有我们比如说 这个杯子里放在水里边飘着冰块 叮叮叮 这冰块跟杯子碰撞的声音 清脆的碰撞声 可以用听口 做动词名词都行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I rang the bell and heard a tinkle inside 那么我们 我怎么能按响了这个铃 The ring the bell 表示弄响这个铃 然后听到里面发出叮叮叮叮叮叮叮 发出叮叮叮叮 这个声音 清脆的撞击声 叫做这个听口 就像我们以前 一个大圆铁球里边有 这个撞针 我们按电铃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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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 叮叮叮的声音 老是闹表的声音 也是这个声音 这是动词名词都可以 同样我们再看一个 做名词的用法 还是用它 拼写搭配都一样 叫The tinkle of glass in China 这个China小写 不可能是中国了 小写呢 是表示瓷器的意思 对吧 就是这个玻璃跟瓷器碰撞时发生叮叮叮叮叮 这个声音 清脆的碰撞声 叫做 我们再读一下 Tinkle 做动词名词都可以 跟那个Rattle 光当当光当当的声音 可以同时记录 那么还有我们取一反三再看几个 还有一个 就应物落地时发出的声音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 C-L-A-T-T-E-R 也是一样 动词名词都可以 我们大声来遍 Clatter Clatter 同样的读快之后也会着化 我们再读快点 Clatter Clatter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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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是表示硬物落地时 发出当当当当当当 这个声音可以用它 好我们下面再看还有硬物碰撞声 这个一般表示大钟的声音 表示那些红钟大 哐哐哐这种声音 你听着口型就大了 我们大声来变 chime 咱们一般指大钟的声音 用它更好一些 比如说你看 The church bells chimed in the square 这个教堂的那些大钟 在广场上发出 哐哐哐哐 这个声音 教堂的钟就church bell 那么square是广场了 发出哐哐哐 震耳欲聋的这个巨大的声音 我们再来读一下 chime 同样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 最后一个声音更大一点 你猛烈的关门关窗 哐哐 这么一声巨响 这个我们一看是老朋友 在第13课的生词中咱们就见过 这两词同时意思一样 而且都是既可以做动词 又可以做名词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下 slam slam 第二个词 发音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不要读bong 对吧 再来面 bang bang 前面字母也要咧嘴发 最后拱手跟ang bang 这个声音 做动词名词都行 比如说做动词 don't slam the door or don't bang the door 不要咣当咣当去摔这个门 可以这么说 当名词也行 the door shut with a slam 或者door shut with a bang 这个门 咣当一声 门就关上了 这几个表示 硬物碰撞发出的声音 咱们总结到一块 我们一块记 这个效率会更高一些 好 这个硬物碰撞时 发出当当的声音 这个retto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就看到这儿 咧 词咣当一声音乐